我们学校每学期都有篮球赛 预赛马上就开始了 你果然喜欢打篮球的男生 你又没见过我 你怎么知道我是女生 你又没有点儿庭庭心啊你 你让我笑一会儿 不是 你怎么能把快乐建立 带别人的痛苦之上呢 你 你也太残忍了你 若我身体呢 你能不笑吗 不是 怎么可能呢 我不可能认错啊 对 他有怪气物语的手链 我也有啊 他高湛没有啊 你怎么知道他没有呢 我也他放家里的呢 高湛也喜欢怪气物语 据我多年对他的观察 他特别喜欢看美剧 排在前三呢 就是怪气物语 一份追踪二十四小时 他最喜欢的喜剧呢 是《老友记》 就像钱德勒看橄榄球那样 乱吼乱叫 假装激动对吧 什么钱德勒 我说呢 我说去静静怎么接不上 钱德勒不看球 还乱叫的那梗啊 是他逃避家务那次 连你也知道 什么 连我也知道 我可是老小姐 时间劳死了好吗 瞧不起谁呢 先不聊了 我还要去训练 训练 嗯 我们学校每学期都有篮球赛 预赛马上就开始了 你果然喜欢打篮球的男生 你又没见过我 你怎么知道我是女生 滚 滚 滚 完了 一切都完了 完了 完了 年轻人 既然是知新网友 那怎么能在乎他是男是女呢 对不对 发生嘛是女 啊啊啊 下面大家自由分组 让我一起做联系 走 恭喜了 我们一起吧 为什么 什么为什么 对 我 我 我跟许晶晶一座 别呀 男生和女生在一块儿不合适 对呀 来吧 不是 想什么呢 来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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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